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的法律专栏 我是沈梅琪 美国移民局近日宣布2016年的财政年度的H1B工作签证的申请已经满额 从1号开放收进之后短短5个工作日 6万5千个常规名额和2万个发给用美国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名额已经全数用光 那么对于希望能够透过申请H1B留在美国的观众呢 我们特别请到移民律师张梅轩 张律师为大家来提供有效有利的建议 张律师您好 Kathy您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张律师这个新闻其实相当具有爆发力 因为它被报道出来之后呢 不只是华文媒体 美国主流媒体也相当的关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 波及到的是所有各个国家要申请这个H1B的学生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请张律师给我们介绍 就是建议一些 就是如果这个今天你没有抽签没有抽到的话 你还有其他退路吗 有一些不算是退路的退路 要看你目前在美国的身份 那因为H1B呢 大部分都是学生在申请 尤其是有可能是往届的毕业生 或者是今年的毕业生 那如果是学生还有OPT的话呢 那他们可以再重新回学校 为什么说是不是选择的选择呢 是因为很多学生 他们来读书以后好容易毕业了 说终于我可以工作了 可以融入美国 或者开始进行申请绿卡了 那这个时候没有抽中的话呢 他必须还要再回学校去读书 那很多学生会问我说 那我回学校是不是还要继续读更高的学位 答案是这倒不用 你可以随便找一个学校 只要他帮你签发这个I20表格 但有一点就是你必须要真正的去上课 不可以在这种所谓的挂靠学校里 这是一个对学生来讲不是选择的选择 那还有呢就是有些学生呢 会考虑其他看有些什么其他的签证的途径 比如说现在呢有可能呢就是L1B 那L1B呢这个呢要看公司是否符合要求 和个人是否符合要求 很多在美国读拿到本科学历的学生呢 因为没有工作经验 也很有可能不符合L1B的要求 那还有呢就是所谓的J签证 J签证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如果你拿到了J的这个不管是培训也好啊 还是作为这个实习也好 拿到以后呢以后它会有一个叫做两年的residency requirement 也就是说你必须在下一次转身份或者拿绿卡之前 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待至少两年才能够回来 那或者你当然可以申请豁免 这个一定要慎重考虑 那对于抽签抽到的幸运儿啊 那么他们接下来 这个并不代表他们就拿到S1了嘛 对不对 在这边要特别跟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下 那你抽签抽到表示说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抽签抽到的意思呢 就是移民局可以开始审理你的案子了 那如果没有抽到抽签的话 你连这个审理的资格都没有 不管你有多么的强的雇主 或者你个人的背景多么的强都没有用 最后的话你都是就是没有抽中的话 就等于今年白申请了 那好 这个对于抽中这个签的观众朋友们 您有什么建议可以帮助他们 比较能够 我知道律师都不愿意给人家 这个100%的guarantee 但是有没有什么建议 可以让我们抽中的观众朋友 可以更有申请到H1的这个可能性呢 提高他的拿到身份的可能性 是这样的 有一些专业呢 对于律师来讲 有一些雇主和专业在我收件的时候 在我跟客人签约的时候 我心里就知道如果抽中的话 有可能8 90%甚至就是90%以上的批准率 例如 比如说工程师啊会计啊会计事务所的会计人员啊 至少本科学历的人员的 所以有的人说我有PhD 现在有个餐馆要顾我做大厨 那这种情况下你符合H1万币吗 不符合 所以跟你个人的资历呢 并不是完全相关的 一定要跟你所担任的职务 还有你雇主的公司的规模和性质相关 所以有一些案件在我们收件的时候就知道说 这个案件的批准率大概是多少 但有的一般我跟客人讲 有的就会讲没有希望 很多客人讲那我无论如何要试一次 因为只有这个雇主愿意帮我申请 今年也是我唯一的机会 比如前一段时间我有看过很多学生来 他们像一些保险公司 说我们帮这个我们的雇员 也就是保险经济 卖保险的人员来申请H1B 那我会跟他们讲 你如果是这样的职位是拿不到H1B的 因为保险经济是不需要本科学历的 对吧我们生活常识都知道 你来了哪怕是高中毕业 你只要考过了拿到他的执照 都可以做保险经济 这是一个例子 那如果说在递交的时候 跟客人讲50% 有的比如说进出口公司 小型的进出口公司说 帮我们的我们想申请一个会计 或者想申请一个预算人员 或者想申请一个管理分析人员 那这种情况下说实在话50% 那怎么样像你刚才讲的 保证百分之百 就是说没有 希望有人给我说一下 可是我看很多律师广告词都说 百分之百保证一定能够帮你申请到 这个投资移民啦 或者是什么H1B啦 是的 这个我们事务所从来不讲百分之百 因为这个说实在话 专业责任太大了 从律师的角度来讲 也没有百分之百真正能成功的 我们觉得很多案子我会讲 没有问题 但是我也不保证百分之百 那怎么样说能保证说能够批准的几率高一点呢 就是移民局如果说你的案子50% 移民官看到也会认为是50%的情况下 他会发一个叫补件通知 那在补件的时候就一定要认真对待 要非常认真的对待 这个时候呢 也还是有可能会获得批减的 但是真的很艰难 那我们知道申请给H1B 你要提供很多文件证明嘛 对不对 那您刚刚提到这个补件证明 最常被要求的是哪一个证明 还是这样 对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H1B的实质 所有几乎是90%以上的补件通知会说 我们认为你这个职位不是一个专业职位 不是一个specialty occupation 那这个时候呢 法规有四种证明方法 有四个标准 你只要满足其中之一 你要记住满足其中之一 你就是一个专业职位 那这个四个标准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是从宏观到微观 这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 所谓宏观呢 就是第一点呢 是看在这个整个行业当中 整个行业呢 是根据美国劳工部的一个职业守则 看这个职业守则 你去劳工部的网站 实际上就能够查到 上面写 比如说它会写得很清楚 对于会计来讲 它的入门 也就是说 你想作为一个专业的会计人员 你入门就必须要有至少本科学历 作为一个工程师 你入门必须要有本科学历 作为一个律师 你至少要有法学院的毕业证书 这个执照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会知道 如果说劳工部是这样规定 你就满足这个要求 那有一些职位呢 劳工部也很清楚说 你想 比如说 大家说那我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 可不可以申请一吃完毕 那这个情况呢 就要按照个案来决定 为什么呢 因为劳工部的职业守则当中讲说 经理人员 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学位的要求的 他可以有多年的工作经验 也可以代替学位的要求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要求呢 是再微观一些呢 就是指在同一个行业中 和你这个雇主相似规模的 如果他们都要求这个职位 有本科学历的话 那这个一般也很难证明 为什么呢 除非你是大型的公司 超过两三百人雇员 或者上千人雇员的话 这个你可以在 直接在网上面 在互联网上 就可以找到相类似的公司 比如说电脑公司 你有两千个雇员 你可以去看一看相当的一些 就是你可以知道哪一些 和你员工人数差不多 他们的类似的职位 是什么要求 如果你能打印出来七八个 也就可以递交给移民局 也是作为证据的 那有一些小公司是怎么 我是怎么处理的呢 有的时候碰到一些 很小型的公司 他们的职位 并不是很常见的情况下呢 我会让客人 自己去做一些survey 就是因为我也会鼓励客人 因为这个我作为律师 我没有办法打电话 给我客人的相关的公司说 不好意思啊 我是律师等等 但我会帮他们准备一个 比较简短的一个证明信 就说我们公司 比如说是有十个员工 那我们也有这样相同 或者相似的职位 而这个职位 我们的要求最低要本科学历 这是第二个要求 第三个要求呢 就是这个雇主本身 如果我们能证明说 这个雇主本身 以前有过这个职位 而且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呢 他们都是有本科学历的 这也是可以的 那第四点 就是这个职位本身 所以我说从宏观到最小 那职位本身的话呢 那就是你的职能 看你的职能 是不是复杂到一定程度 必须要有一个 至少有本科学位的人来担任 那您刚刚第一点就提到说 如果你是用这个公司的经营者 来申请H1B的话 那么事实上今天就有一个案例 你知道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软体 就是拍照用的Instagram 他最近被那个Google买走了 Facebook买走了 而且是一个市值10亿美金的公司 他的这个副创办人 就是这个co-founder 他竟然差一点失去 他H1B的身份 就是因为这个H1B 非常难办 难申请 像这么的有名知名的公司 的创办人或是经营者 我们会理所当然认为说 他申请H1B 绝对移民局漏页都把你 整逼过去让你过关 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对 移民官有我们讲 就是我们北方话不开眼 没办法 可是从另外一个小数看 也是大家都很公平的一个情况下来竞争 对不对 这个案例本身我并不熟悉 那当中比如因为我是做移民律师 那你刚才讲的当中 我就会马上脑子里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他哪人呢 他哪一年申请的呀 对不对 哪里人有的时候直接决定了抽签的几率 因为新加坡和智利 他们美国移民局专门给了他们一些名额 那澳大利亚人呢 他可以申请E3 也就是说他不一定是H1B 那如果还有一些国家的话呢 他如果符合E签证 也就是小额投资啊 或者是贸易签证E1E2的这种条约国之间的一个工作签证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 如果他最终说决定说一定要申请H1B的话呢 那他可能就不符合这些签证的要求 那我想知道这大概是哪一年 因为美国这个H1B抽签呢 第一次是在08年的时候开始抽签 那后来经济危机了之后就没有了 一直到12年都没有再抽签过 所谓抽签就是在头几天就满名额的 都是一直到后面一段时间名额才满的 所以从13年开始我们又面临抽签这个问题 那所以就是很多 很多变数 很多疑点 对 但如果说他因为在新闻中提到嘛 说他因为H1B的问题 差点放弃了这个在美国发展这个企业的机会 那我就想他可能是当时评估了所有的可能性 之后呢 H1B有可能出了什么问题 但应该不是他雇主的问题 那他个人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本科学历 或者相当于本科学历的一个12年的工作经验 因为并不是说一定要本科学历 有时候你像我一些客人 他们有十几年的工作经验 评估以后相当于一个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本人 因为你知道有些天才还是不需要大学毕业的 对不对 没错 可以说百分之八九十的现在的毕业生 都没有办法达到他要求 而像他们是可以考虑的 那所以就是大公司明星公司在申请H1B当中 并没有办法真的发挥关键的作用了 跟他的一定还是跟他的公司的性质 公司的规模我们不用谈了嘛 是大公司 但是要根据公司的性质 还有他提供的职位的性质来决定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再请张律师跟我们谈谈更多语 关于这个2016年H1B的名额 已经用完的相关的新闻 欢迎回到天天话题的法律专栏 现场请到的嘉宾是张梅轩张律师 张律师我们在进广告之前 你提到这个杰出人才 那么我想请您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所谓的杰出人才 它的标准很高吗 是挺高的 你听这个本身这个词 它是叫杰出人士 它的要求是你在你的这个领域里面 要达到就是比较杰出的那一小撮 一小撮 听下去像坏分子一样 所以呢它呢是这样 它的法律呢就是定义呢 就叫杰出人士 extraordinary ability 就是你必须要有杰出的能力 那么法规里面规定呢 有几条标准 那你必须满足至少其中三条 比如说有全国性的 或者全世界性大家认可的 获得一些奖项啊 有发表过一些很有影响力的 学术文章啊 还有主要媒体对你个人的成就 进行过专题的报道啊 这些等等 你要满足这个才可以 所以门槛是挺高的 是的 好 forget it 我们现在是另外一个管道 就是这个有一个叫L1B的签证 听说也是H1B没有中签的这个观众朋友可以试的管道 L1B是这样 它叫跨国关联公司的人员调动签证 它分L1A和L1B两种 L1A呢是高级主管人员 L1B呢是特殊技能人员 那它的要求呢也是很多可能受益人达不到的 它第一呢这个公司要有关联公司在海外 就是比如说你是印度啊中国你要在本身在这些国家有关联公司 什么叫关联公司是所有权上的关联关系 必须是母子公司啊或者是兄弟姐妹公司 那首先这个关联关系有了以后呢 还要证明这个受益人曾经在海外的关联公司 在过去的三年里面至少有一年 在那边工作 要么做高级主管 要么做要么就是担任的职位有特殊技能 所以呢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的话 这个人员会被调派到美国来担任高级主管 这是L1A或者是他的职务需要 他对这个公司的产品和海外的产品的海外的运用 有特殊的知识 这样子他才能够申请L1B 所以其实条件也是要求了蛮复杂的 是的 好那如果说今天你是这个美国就业市场里面 很需要的人才 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延长你OPT呢 它是这样的 美国的OPT之前都是一年 后来呢 国会规定这个STEM叫做STEM的专业 包括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这些专业里面呢 可以把你的OPT延长一共29个月 就是你一年结束以后还可以再延长17个月 那今年呢实际上如果在这两年之内 有一些STEM的毕业生在两年前或者这两年没有申请H1B的话 那在今年OPT到期就要申请H1B了 所以他们也会加入今年的H1B的这个选择 但是他们的机会会多一些 差不多有三次机会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说移民局其实也蛮不公平的 对 因为你今年申请人去年是17万5千个申请人 对不对 不是申请名人是申请人 但是他名额是6万5千个 加2万 8万5千 对 那今年还是8万5千 可是申请人据说已经达到20万大均了 对 那就有律师算了一下 他说普通申请人中签率低于30% 这个硕士以上高学历呢低于更多 低的更低就是60% 那如果说今天你抽中签了 然后你要好好把握这个珍惜这个机会 有什么方法可以make sure你的这个申请呢 是可以比较容易被批准的 刚才讲的呢 就是说实际上硕士以上的学历的人 他的抽签率会比本科学历的人要高一些 因为他的2万 中签率 对 因为他的2万名额呢是这样的 所有的申请收到以后呢 移民局会把他们先编号 编号之后 随机抽签 抽签呢先抽这2万个 2万个是专门给硕士以上学历的 就在有一个要澄清的 就是这个硕士一定要是在美国的硕士学位 因为我们也有些客人 他是在海外拿到的硕士学位 这个是没有用的 你抽签的时候就会按照本科学历来抽 那如果是硕士学位的话呢 他先是抽2万个 比如说今年一共有3万人申请的话 那么其中2万人会先抽到 那剩下的1万人呢 会加入到本科学历的这些申请人当中继续抽签 所以他们等于有两次的抽签机会 那他们的申请的这个被抽中的概率呢 会比这个本科学历的人要高很多 是这样的 那现在听说 你有个所谓的加级案件处理 这个不便宜 他一听到加级 移民局见钱掩盖的东西 是啊 他加级一个案件就要1225块美金 这个真的能够保证你的案件 比较容易被审理跟批准吗 首先呢 就是这个加级处理对抽签是一点帮助没有的 第二呢 他的这个对审理的批准率也是没有帮助的 只是说呢 加级处理中心的这些移民官呢 确实不是其他的这些 叫做就是一般的移民官 我的感觉呢 他们更有经验一些 因为他们必须要在15个 15天啊 我们不是讲15个工作日 是在15天之内 对一个案件做出一个最初的判决 他们如果你觉得 他觉得 因为我们的举重责任在此期 就是51% 那对于移民官来讲 他觉得这个案件 51%应该批 对于这个我们叫premium processing 加级处理 他就会批准了 那如果说他觉得 50 50 那么他就会马上签发一个补件通知 所以有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呢 加级处理的案件 补件的情况反而会更多一些 因为这些移民官在15天之内 他很难有一个 很紧的时间 你要记住他并不是15天之内 只审理你一个案子 他有成千上万的案子 他在看的时候呢 他在第一印象的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他批准就批准了 不批准就不见 不见的话 可以为他们争取至少 八九十天的时间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 但是很难讲说 哪一种批准力会更高一些 那另外因为这个 2016年的H1B的名额已经用完了 所以这个新闻报道出来之后 大家相当震撼 网路上有这个漫天的谣言 漫天飞 所以我有一个是我看到的 我想要在这边请教张律师 就是有关于 他们说为了要提高你H1B的 拿到这个身份的可能性呢 你可以同时让两个雇主帮你申请 有这个说法吗 有的 这个其实是可以的 移民局呢 当年我们抽签的时候 很多人他们想的更简单 就是说同一个雇主 帮同一个申请人 为了同一个职位 可以递交两到三份申请 这样你混在大众当中 你的抽签率肯定会比别人高一些 那移民局呢 他移民局一般 移民局也不少嘛 对吧 所以他马上就发现这种情况呢 就颁发了一个备忘录 就是说凡是同一个雇主 为同一个 因为他有的时候会 有的人运气就是这么好 同一个雇主同一个申请人 同一个职位的话 可以被在一年同时被抽中两个 那移民局说 如果这种情况发现的话 我们就都不认 两个都不认 就等于你今年白抽了 所以呢 但是呢 他并不限制不同的雇主 为同一个申请人 在不同或者是不同的职位 进行申请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听起来好像 too good to be true 但是实际上是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现实的困难是 你很难找到两个雇主 现在很多毕业生 尤其是商业这些毕业生 不要说找到两个雇主 找到一个雇主 愿意为他申请 都是很困难的 所以你要同时能找到两个雇主 愿意帮你去支付这些费用 然后等你最关键的是 因为你OPT不可能 同时帮两个雇主工作 那肯定有其中一个 要等你的H1B批准 到最后 当然一般说实在话 两个雇主如果同时申请 他们也并不知道 可是他会提高H1B的 抽种率 是的 是会这样子 那三个的话就更高 四个的话更高 以此类推 对 不过好像不太可能 您在这个办案的经验当中 有遇到过三个或四个雇主 没有 没有 有两个的 那那个申请人是非常的杰出吗 也不是 也不是 有的我觉得是运气好 就是刚好他的专场 符合这个市场需求 对 他不是 其实作为H1B不是说 你要有多杰出 而是说你的这个学的专业 到底在劳工市场当中 有多有用 也就是说 其实美国他们自己也调查 就是说这个H1B的名额限制 实际上对美国经济是有阻碍作用的 因为他们很多高科技 包括这些数学 或者类似这些领域 他们很多 一个毕业生有十几个工作 在等他们 所以那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是等于市场 劳工市场急需的人才的话 专业当然会有雇主愿意帮你申请 那目前来看还是属于理工科的 选择生的天下 美国的就业市场 对 商科相对难一些 那就是如果真的想要在美国留下来的话 这个理工科的同学 这个千万不要客气 对 而且他们这个OPT有29个月 所以他们H1B的话 可以差不多有三次机会至少 那么他们哪怕第一年抽不中 继续延期第二年再抽 那我认识一些同学 他们是虽然这个本科念的 不是这个比如说举个例 资讯工程方面的 但是他们可能在中国 在他的祖国有很多年 从小就玩电脑 然后是这个能够破解很多 骇客的一些这个城市 那他可以用这样子的身份 来申请理工方面的职位吗 电脑资讯工程方面的职位吗 你是说他是有本科学历吗 没有 他就是说比如说他念的是 他举个例英文系好了 OK 但是他本身有很多年的工作经验 所以也要评估 OK 你说的那个在家里面弄个电脑 到处去骇客别人是不算 因为你拿不到这个证明 因为美国的移民法 就是基本上三年工作经验 算一年大学教育 大学本科教育 所以你如果说你有十几年的 相关专业的背景的话 要在这边找专业的人士评估 是可以 如果评估出来 你的工作经验 你以往的工作经验 相当于一个 比如你这边也学英文 学英国文学 可是你之前有十几年的 比如说做财快的背景 那你评估出来说 实际上他的这些工作经验 是相当于一个 美国认可的大学的会计专业 那么这个你也可以根据这个 来申请H1B 三年工作经验 等于一年的大学 本科教育 那就等于说 你要十二年的工作经验 你才能够跟你有同样学位的 就是跟你 就是比你有更多一个 专业的学位的人竞争 是的 就是说如果说你 当然你可以有 比如说有的人有大专 他这个学位也算的 所以要根据每个人的 不同的情况 来进行评估 好的 我想最后再请教张律师 就是我们知道 H1B的抽签名额越来越难了 但是它是透过电脑来抽签 那未来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方式 未来有没有可能改变呢 因为现在有些人说 电脑抽签 你知道很多人 骇客可以进去动手脚 你觉得他这个电脑抽签 会不会未来再改呢 他是2012年才开始的一个 H1B的抽签 2008年才开始 06 07 08 那根据现在奥巴马的一些 移民政策的改革 还有这个移民大环境的风向球 你觉得抽签的计划 还是明年还会继续进行吗 其实抽签本身是因为 供不应求造成的 就是说我倒认为抽签 是最公平的一个处理方式 当你比如说你只有 8万5千个签证名额 那么有20万人来申请 你凭什么来决定 谁能够拿到这个名额 当然抽签我还是认为是最公平的 那你说我比较乐观啊 我不会觉得说 这个政府的电脑 随随便便的就被别人进去了 骇客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国会不增加 H1B的名额 移民政策没有大幅度的改变的话 而且美国的经济 不会再发生像08年 这样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 明年还是会抽签的 就我们讲其他所有大环境的 不变的话 因为学生 外国学生在美国的数量 没有大幅的减少 每年公司对员工的 因为经济好了 公司叫雇员 那公司的雇员 职位产生的多出来 美国员工没办法去填充的话 那就需要外国劳工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种大环境 各种因素不变的话 明年还是要抽签 电脑抽签是最公平的 好 但是那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很多问题 我觉得观众朋友最好 还是要了解这个H1B申请的形式 来采取相应的对策 那么对于这个H1B申请的成败 其实是至关重要 今天非常感谢张维萱 张律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做嘉宾 然后告诉我们有关于H1B的 申请的一些要件跟建议 那么希望下次能够很快 有机会再请张律师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大家分析解析 这个移民政策的走向 好 谢谢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们节目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